香港人口超過九成都是華人 但在1974年之前 香港的法定語文就只有英文一種 1963年中文大學成立前 香港的高等學府 也只有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一間 60年代尾 香港發生了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六七暴動 導致社會撕裂 引發反殖民意識 後來社會更掀起一場中文運動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 在港英政府時代 大部分官方資訊都是以英文出版 市民若要投訴政府部門 也只有寫信到英文部章 港英政府這些舉動 不僅反映對華人缺乏重視 也造成官民溝通隔核 中文運動正正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1970年 適逢英國政府換屆 中文運動進入白熱化階段 當年的中文運動推手 新兼市政局議員 和中文大學校董的黃夢花醫生 在香港收集了33萬個簽名 帶到聯合國和英國的唐寧街 爭取將中文列為香港的法定語言 港英政府受到施壓 終於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 並於1974年頒布法定語文條例 確立中文和英文一樣 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但當時條例列明 所有法例均只能用英文制定 去到1987年立法局修例 列明所有條例均 須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和頒布 中文在政府和供應機構的應用才愈見普及 1995年12月 高等法院第一次以中文進行文事訴訟聆訊 為香港法院寫下歷史 亦見證華人和中文地位的提升